大家好,我是George,我是齐,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设计模式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思维导图 我们分别介绍了UML,面向对象的设计,设计模式 这三个部分我们都介绍完了,今天我们将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部分 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讲,复合模式 好的,我们具体还是看一下PPT 复合模式,什么是复合模式呢? 从形式上,复合模式是多个模式的组合 但是满足这一条的并不一定是复合模式 所以它的定义是说什么呢? 是将多个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框架 以解决一般性的问题 一提到框架,最容易联想的就是MVC MVC确实是一个最经典的复合模式 MVC的起源是什么呢? MVC就是模型试图控制器 是20世纪80年代为Smart Talk发明的一种人间设计模式 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了,这就是MVC 然后MVC机体我们看一下它的图是这样的 首先它有三个关键部分,对吧 Model模型是应用程序中用于处理应用数据逻辑的部分 通常模型对象负责数据库的存取数据 其实模型本质上就是我们的业部逻辑 以及比如说数据库存取等等这种东西叫模型 然后是视图 视图是应用程序中处理数据显示部分 通常视图是依据模型数据创建的 视图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其实简单意义上讲就是我们人能看到的东西 视图其实本上就是说我们人肉眼能看到的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视图 就是把结果反馈给用户 就是view 然后是controller控制器 控制器什么东西呢? 就是应用程序中处理用户交互的部分 controller一般就是说接受人操作控制信息 然后通过处理之后 然后到模型层 然后模型层完成业务 然后最后回到视图层又给 就是说让我们看到给人一个反馈 然后这样形成一个闭环 这就是MAC模式 然后MAC复合模式呢 我们既然提到它是复合模式 那它到底复合哪些模式? 我们分别讲一下 首先观察者模式 V和C都是M的观察者 就相当于说是当model更新的时候 需要及时通知到V就是view 更新视图 或者是通知C去做相应的逻辑处理 这是一个观察者模式 第二个是策略模式 策略模式就是说我们的C就是controller 是view的策略 就是说控制器 其实本质上是我们显示界面的一种策略 所以说V包含的控制逻辑 就是选择策略 也就是我们选择控制器controller 然后第三个就是组合模式 V自身实现应用了组合模式 一般就是说顶层容器会用repent的方法 来让所有的容器组件重绘 是什么意思呢 V一般就相当于说我有个根的view 对吧 然后view下面有两个不同的子view 比如左边的子view又有很多小的子view 对吧 然后子view就这样无线的嵌套 这本身就是一种组合模式 对吧 就像文件和文件夹的这种文件 它是可以无穷嵌套的 这种都是组合模式的应用 所以MVC应用了多种模式 然后能够很好解决设计上一般性的问题 所以说被称为复合模式 然后我们在最常见的MVC框架有哪些呢 福气我们常用的Spring 它本质上也是MVC模式的框架 另外就是Android客户端 Android客户端就是在谷歌定义的框架下 它也是一个MVC 然后我们就以Android客户端为例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view这一层就是四组层 就是Android里面的layout与view 他们完成的就是我们所讲的四组层的工作 对吧 因为你想layout就是布局 对吧 这个view怎么叠 对吧 这个layout里面有几个view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当然具体的view实现也是view层 对吧 我们怎么去画这个view 这个view 比如说要写文字呢 还是写图片 还什么的呢 对吧 它都是做的仕图方面的处理 都是给人肉眼能看见的部分做处理 对吧 这就是view层 第二层controller层 就是我们的控制器层 就是activity跟fragment 对吧 你可以想象到 比如说安键事件的交互 比如说你这个场景的切换 对吧 碎片的切换 这些逻辑 其实都是我们的controller 都是它做的 最后的就是业务逻辑 就是module层 就相对说我们真实的业务activity 比如说点下这个按钮 对吧 我们要去网络上下一张图 那么网络上下一张图 这个东西 就是应该在我们的module层去做 或者是说我们点下这个 我们要做一个数据处理 然后选项数据库 对吧 等等 这种都是我们的业务逻辑层 就是说我们这种常见的 AndroidAPP 其实都是用的MVC这种模式 这种框架下来开发的 这是一个实例 然后就是我们讲一讲MVC的优点 MVC第一个优点就是分工明确 MVC可以把数据库开发 程序业务逻辑开发 页面开发给分开 每一层都具有相同的特性 然后呢 也方便以后代码的维护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松耳核 就是试图层和业务层完全分离 就是说你允许试图层更改代码 而不用重新编译模型和控制器代码 同样一个应用的业务流程和业务规则的改变 只需要改动MVC的模型层就可以了 因为模型层与控制层和试图层相分离 对吧 所以说很容易就改变了程序的数据层和业务规则 做合本质的特点就是说 我改动其中一个另外两个 基本上都不用改动 或者说改动很小 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功能迁移 或者是我们的界面改动 这就是一个松耳核 最后是重用性高 就是说因为试图能共享一个模型 就像是我的业务逻辑不变 对吧 我的界面可以随便变 比如说我们用Flash 用WARC 或者用什么的 对吧 我们的同一个模型都可以处理 因为数据和业务表 是完全分开的 最大化的重用的代码 这是它的优点 缺点就是说 View和Module的偶合性相对还是较高 因为View层它是可以直接访问Module 从而View包含Module相关的信息 不可避免的还是要多多少少包含一些业务逻辑 这样相当于说有些业务逻辑还是在View里面实现了 导致有时候更改View相对比较困难 然后至少就说View这一层的业务逻辑它是没办法再重用了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说是我们比如说定义了一个bin 对吧 这个加把bin 然后跟这个View关系太死了 比如说我们的业务逻辑坏了 那我们这个加把bin可能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个View其实就不能用了 对吧 这就是它的一些缺点 MVP模式 MVP模式是从经典的MVC模式演变而来 它的基本思想有相通的 我们可以看到图号 主要就是说把View和Module这一条线路给打断了 对吧 它们控制器之前叫Controller 这边叫Presenter Controller跟Presenter负责逻辑 然后Module负责数据 View负责显示 对吧 它是这样的一个就是MVP模式 然后MVP模式区别就是说View 它不会直接访问Model对吧 View MVC的时候View可以访问Model 这个时候它就把它切分开了 就相当于说所有都要通过Presenter去交互 这就是MVP模式跟MVC模式的区别 因为就说MVC就是我们刚刚讲了 它因为可以直接访问Model 它因为可以直接访问Model 所以说不可避免的有些业务逻辑 这样一拆分之后 就所有的业务逻辑就不会存在说 在View里面 View就比较单纯了 就比较容易修改和替换了 这就是MVP和MVC的一个区别 MVP的优点是什么呢 模型与视图完全分离 我们可以修改视图不影响模型 这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就是说更高效的使用模型 所以因为我们所有交互都发生在一个地方 就是Presenter里面 那可以将一个Presenter用于多个视图 从而不需要改变Presenter逻辑 这个特性非常有用 因为我们视图的变化总是比模型的变化平凡 就是说简单讲 因为我们改界面 对吧 改用户展现的情况 总比改业务逻辑的情况要多得多 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然后如果我们把逻辑都放在Presenter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脱离用户接口来测试这些逻辑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UI 对吧 我们也可以测试Presenter是否正常 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要测试UI 对吧 其实我们根本不关心业务逻辑 因为我们UI完全跟业务逻辑是玻璃胎的 都可以分开测试 非常方便 那缺点就是说 由于这个视图的渲染都放在Presenter里面 所以视图和Presenter交互会过于平白 然后如果Presenter过多的渲染视图 往往会使得view 就是视图层跟Presenter关系非常紧密 一旦视图变更 那Presenter也得跟着变了 就比如说原来我们用HTML展现这个Presenter 现在也需要用于呈建PDF 可能这个变化就需要更大了 就这样的 第二个就是Presenter会过于复杂 因为相当于说我们一般为了抽象的更好 Presenter不会直接访问model 也不会直接访问view 两端都会设置大量的接口去交互 这样的话通讯就非常非常的复杂 当我们变更的时候 其实Presenter的可重用性会非常差 好 最后我们讲完了两种复合模式 MVC和MVP 最后为大家引入一个叫反模式的概念 Anti-Pattern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试制 用来解决问题带有共同性的不良方法 我们已经经过研究和分类 以防日后重导负责 必能在研发上为投产的时候辨识出来 最后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和我们设计模式相反的一个对立面 第一个就是设计的反模式有哪些 第一个反抽象 就是需要的功能我们不暴露给用户 导致用户需要的较高层次重新实现一些功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抽象接口没定也好 然后逼着子类去实现之后 然后又去开public的一些接口 让别人来访问 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第二个 试不像 试不像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往往一个设计模型 可以暴露不同的接口给用户 不同的接口表现了模型的不同方面 然后把这些不同的方面又混在一起 这种是一种常见的不良设计 就相当于说我们有一个接口 对吧 它既有功能 就是比如说是一部分功能是存数据部 又另外有一部分功能是访问网络 还有一部分功能是显示界面 这种就是典型的试不像 对接口设计就是有问题的 应该把它剥离开符合我们的接口隔离原则 对吧 我们之前讲的 这就是一个试不像的 然后是乱麻球 乱麻球是什么呢 就是系统没有可以辨认的结构 像一种乱麻一样 就相当于说 我们的类结构是一个珠网的结构 而不是层次的结构 就相当于说 A访问B B访问C C访问A这样 就是重叠的引用 交叉的引用 类似这样的问题 就是一个乱麻球的问题 这种也是需要避免的 然后是万一零 一个对象了解东西太多 或者要做的事太多 就好像无所困难一样 就相当于说 我们提供一个类对吧 这个类提供的方法 就是什么事情都能干 就比如说它又能写文件 对吧 它又能操作数据库 对吧 它又能访问网络 这种设计就是一个 很不合理的设计 就说一个对象 或者一个类 它应该有单一职责 对吧 我们讲单一职责原则 它不能有这种 什么都能干的特性 这是不对的 然后就是屠龙数 没必要的复杂设计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常讲的 叫过渡设计 就是我们可能往往把 我们用的场景 想得过于复杂 可能把未来的变化量 预期的太大 然后把我们整个工程的结构设计得非常复杂 套用了过多的模式 这样就导致我们的代码 可阅读性就比较差 对吧 其他人要来理解我们的整体结构 因为它过于庞杂 过于复杂 但是其实处理的事情又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过渡设计 竞争危害 竞争危害是什么呢 就是缺乏预见事件 以不同的顺序发生的后果 说简单点 就是说很多多线程问题 还是什么资源竞争问题 没有考虑清楚 导致这样 就是说可能出现思索 可能出现就是线权安全问题 等等的竞争危害的问题 这是设计上的Fan模式 第二面向对象设计上的Fan模式 刚刚是设计上 设计不只包含面向对象 也有面向过程 对吧 不一定都是面向对象 但我们一般设计是面向对象 所以这面向对象的设计上 也有几个Fan模式 第一个是外能类 一个类设计中聚集的太多的函数 对吧 跟我们刚刚讲那个很类似 第二个藏脑鬼 简历 建立某对象的目的 只是为了传递讯息 给其他物件 就像这个对象的作用 就像只是为了 做一个信息传染利用的对象 这样其实也是不太合理的 然后是66问题 就是因为结构 比如说继承 极度破碎融藏 而必须花大量的 大量力气来了解它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继承 可能从最顶上的负累 对吧 到最下面之类 可能继承几十层 这种问题 其实也是不大合理的 一般继承对吧 应该控制在各位数 不应该超过各位数 超过各位数的话 这个继承结构设计的 也是过于复杂了 最后是编程上的Fan模式 第一个Hardcode硬编码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写死嘛 比如传扬参数 写个印则值 一二三下对吧 固定写死 这种都是不合适的 这种应该尽量使用变量 第二 我能乱代码 几乎无法理解的结构 特别是代码结构的滥用 这就跟我们讲的 刚刚讲的那个乱码球 其实是一样的 第三个 超普尔逻辑 不必要的比较 或者过于抽象的普尔计算 就相当于说是 一些不需要的if 或者是说 它那个if 也越过于复杂 这种都是不太合理的 最后一个 就是无用的例外处理 就是说 我们明明用条件 去判断了它 不会异常 对吧 我们比如说 判断了一个是否为空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又去 使用exception 其实是多余的 无用的东西 这也是一个 变成上的Fan模式 好的 今天的课程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